你會想過做人的我背叛眼嗎 想知道我怎麼游泳 他大概是全台灣極度特別的YouTuber之一了 下半身癱瘓得靠輪椅代步 卻總是帶給觀眾歡笑 今天二十個人裡面就會有一個聲浪者 而二十個人裡面又有一個帥哥 我剛好就是 剛好我就是那個最懶忍徒 全程做的帶你看這個世界 他叫何秉琪今年才26歲 有張帥氣臉蛋個性也非常風趣 影片中的他無所畏懼什麼都敢嘗試 讓人都快忘了他是位生長者 其實影片裡面呈現的就是我最真實的自己 我希望大家看影片就是快樂 又發現這個地方可以去 一方面就是又給社會大眾改觀的一種方式 就是讓大家知道 其實做輪椅不代表我就是一個廢人或什麼的 會坐著輪椅是因為五年多前一場意外 何秉琪騎車上班的路上 撞上一輛突然違規切換車道的轎車 送禮後發現他胸追第九和第十節開放性骨折 從此下半生再也沒有知覺 他說可能這輩子都要做了你 當下聽到這種事情 我覺得蠻失望失落的 我人生好像才剛要開始 就直接跌到谷底了 當下就是 每天 晚上躺在床上 就會默默地流下眼淚 就是那種 沒有什麼聲音的哭泣 就是眼淚就一直滴下來 這樣 對一個才二十多歲的男孩來說 要怎麼接受這殘酷事實 何秉琪又是家中獨子 背負著父母所有期待 更讓他感到自責 我會覺得他們都很辛苦把我養到二十幾歲 就是照顧我這麼多年 好不容易我可能 有可以自己養活自己的能力 然後不會再成為他們的負擔 但受傷之後我就覺得 我可能這輩子 要成為他們一輩子的負擔 這樣 就是當下我會覺得 我人生就只剩一半了 所以叫他們再生一個小孩 這樣 他們先說 神經病生不出來啦 然後後來說 傻孩子 你永遠是我們的寶貝 那時候一看到那個X光的畫面 就覺得 很失望 但是 後來馬上又告訴自己覺得說 可以的我們還是有那麼 一點的奇蹟 我相信那個奇蹟 所以我們 其實我們後來一直告訴他 那在復健的過程當中 我們其實一直告訴他 我們把握那個黃金期 所以我那個時候跟爸爸討論 就覺得說我要把所有的工作放下 一定要陪伴在他的身邊 當你一個家庭受到這麼大的衝擊的時候 一家子的那個 共同的心 那個才是重要的 大家一起全力全心地去把這個難關走過 媽媽堅持自己照顧我 她不請看護 因為她覺得 家人陪伴是最棒的愛 受傷這件事 就是 後來才意識到 這件事情 不單單只有影響到我個人 影響到我周遭所有的親朋好友 就是大家都會 覺得很難過 就是我會覺得我往上爬 他們也才會有 爬上去的動力 心裡自己在告訴我自己 如果我沒有走出來 如果我沒有更堅強 那這孩子就不會堅強起來 在復健這期間 我也不因為這樣 所以我特別地退讓她 我會跟她爭吵 我會跟她討論 我會跟她吵架 復健老師他們都說 我覺得你們兩個很像男女朋友 還會吵架 但是因為我覺得 其實這是最自然的方式 我覺得愛真的是一切 真的 真的 你給了她所有的愛 她能夠相信說 我父母對我真的是 可以全力照顧 讓她沒有後顧之憂的 接一個這個 就可以夾麥克風 就這樣 就這樣因著愛和勇氣 何秉齊從幽谷中走向陽光 天生愛冒險的她 決定不讓自己的障礙成為阻礙 她從去年開始拍影片 挑戰大家認為 成為生障者做不到的事 印象最深刻的是衝浪吧 還沒受傷前我就覺得 你做輪椅 不可能 不可能還要衝浪 完全是不可能是 光是推到沙灘裡 就是一個困難 不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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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後來就是 有一大群人 來幫忙我一起完成這個夢想 坐在浪板上 衝出去 就像是一種突破的感覺 突破人生 新的一個目標 從以前就很喜歡海 大學的時候 我可能會半夜 兩三點 然後跟朋友一起去海邊 然後去踏浪 去享受那個 腳在沙子上的那種感覺 會懷念這種感覺 會做這個主題就是 因為我可以把我的 略士轉為優勢 因為大家沒有看過 做人影的Youtuber 也沒有看過 一個人做人影還可以這樣 我會覺得 我就要做一個領頭羊的角色 帶領大家探索這個世界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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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秉琦的頻道 至今超過五十萬人觀看 他用行動證明 受傷不能代表一切 更用屬於自己的獨特方式 堅定走在夢想這條路上 其實障礙是來自於心裡 如果你心沒有那個障礙 你去哪裡都不是障礙 我覺得這場意外讓我 成長了蠻多的 變更成熟 更堅強 更勇敢 懂得把握時間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希望成為一個對 社會很有影響力的人 希望可以 因為我的關係 然後讓大家更看到 無障礙環境這一塊的東西 改觀社會大眾對於倫敝族的 舊友思想 台灣大新聞網站 影片累積公開數超過30億 94要客訴 2020台美四次大選 才年發燒影片第一名 人生驚嘆號 台灣最溫暖正能量的人生故事 都在這裡 訂閱3D新聞網YouTube頻道 並且按讚開啟小鈴鐺 國內外大小事 下載3D新聞網APP 即時新聞不露階 下載3D新聞網站 下載3D新聞網站